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语讲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电影的背景 设定在1963年的美国冷战时期 影片的女主角爱丽莎相貌平平 不仅是孤儿,而且天生不会说话 她被安排在一间政府高度机密的实验室工作 女主角爱丽莎,一个看似沉默内向的雅女 身居漏视,工作频繁 几乎是被现代的巨轮碾过之后 都难以留下一丝痕迹的人 但她的内心却无时无刻不渴望着色彩 她操使着自己非常规律的生活 起床煮几个鸡蛋,上个闹钟 然后赤身裸体地进入到浴缸之中 晨间放松一小会儿 刷亮自己的皮鞋,着装整齐地出门 和邻居看几眼电视 然后踩着轻快的舞步踏向走廊 在走出公寓大门的一瞬间 她会马上变成一个畏畏缩缩的清洁工 女主同事泽尔达 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她无论大事小情都会帮爱丽莎想到 从打卡上班到帮女主冒险犯规 女主朋友吉尔斯作为一名同性恋艺术家 她总是感慨怀才不遇 她是孤独的 除了几只猫咪 只有爱丽莎经常来陪伴她 她们一起看电视 一起起舞 某一天女主爱丽莎日常琐碎的生活被打破了 实验室运进来了一个实验物 然后本片的男主角出场了 就是那个人鱼 爱丽莎隔着那个大玻璃桶 食指轻敲了一下 进行了她们的初思会面 然后女主角对那个特别的生物产生了一丢丢好奇 突然忘记了一个重要人物 里面的反派查理德与男主角一同出场 巧笑那灯光照下来的脸 眼神阴逸 表情冷酷 这个设定是个坏人 没得跑了 再然后女主角就跟男主隔着一层玻璃 来那次正式会面 这有一就有二 可能女主角觉得自己再怎么着 别人觉得自己都是和她们不一样 然后吧 女主角也觉得自己在这茫茫人海里找不到归属 于是对同样不能说话聪明敏感的人鱼 有了一丝好感 第二次用鸡蛋 当第三次用鸡蛋音乐等等这些把人鱼给引诱了出来 然后再一步步彼此靠近 当看到男女主角坐在水池两边 一旁还放着音乐的 女主低头吃鸡蛋的时候还带着一丝窃喜 爱丽莎像个情窦初开的小姑娘 短暂的平和被打破了 一日女主角听到这人鱼啊要被解剖了 顿时就坐不住了 她找到自己的画家朋友吉尔斯 约好了时间就要劫走自己的人鱼王子了 这个事情啦怎么会一帆风生的嘞 果不其然突然事故就来了 爱丽莎在沃夫斯泰博士的帮助下 就把人鱼装箱了 只差上车的时候 然后约好时间来接她的 吉尔斯拿出的证件 被实验室开门的给看出了端倪 进而被坐在监控室的咱们的大反派理查德给知道了 这个人鱼在即将要被解剖研究的时候 在自己手头给丢了 那可不仅仅是丢官帽的事啊 当即就提着电棍夺门而去 还好那个博士先生把电路给弄掉了 还把手门的给扎了 这个人鱼王子才比较顺利的被运回了爱丽莎的家里 把人鱼救到家里后 他们更是无法自拔的深深的爱上了对方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人鱼要回到属于它的大海里才是最安全的 所以他们选择在一个雨夜分别 但是本片的大坏蛋理查德 他残暴没有信用 他对沃夫斯泰特博士痛下杀手 还好我们的人鱼最终将他KO 带着我们善良的女主 去到那个没有战争没有骑士的 属于他们的梦之海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 想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